也超過半年了 在整個跟住戶的一個賠償問題 還有就是說後續的問題 現在整個解決方案有出來 另外就是說我想我們基隆市都是 算是一個老舊社區居多 那老舊的管線的一個 他的一個圖資的一個建制 到底有沒有完成 有議員認為新隆瓦斯公司 應該針對今年2月份 七堵工建路瓦斯外泄起火事件 提出改善措施和補償民眾的方案才對 我想貴公司的整個在SOP 真的是有待加強 那一天在我們七堵區來講的話 六堵里那邊發生了氣爆 等於說讓瓦斯燃燒也吸睛了 讓百姓也真的會恐慌 基隆市議會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由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帶隊 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 以及公務處長陳耀川等人 陪同議員們進行考察行程 一起拜訪新隆瓦斯公司 新隆瓦斯公司除了針對七堵工建路 瓦斯外泄起火事件表示歉意之外 也強調將會做好改善措施 保證未來不再發生 問題不在我系統出來 問題是在50年的管線 怎麼把裡面的資料是正確的 這個我們要花人力 我們已經在做了 系統我們已經投資下去了 211事件這個東西大家會覺得 對我們整個管理是覺得 怎麼會變成要延燒四個角色 別人挖到你管線嘛 這個東西的源頭其實是因為 第一這個廠商是在做社區內 的地下室的污水要去連接到市政府的污水 所以它並不用承包市政府 它是廈區內自己的管線 它剛好一挖打上來的 從地下室打上來 打到我們的管制 那我必須要說明 因為我們到現場的 那時候的公務部禁剛來三個月 所以它到現場 我先不管人家有沒有打到我們管制 火就在燒了嘛 這時候市長也到了 沒經驗 緊張了 安全的這個回報機制它沒有爆 它沒有爆給我們 以至於延宕其實不是沒有圖資 圖就有了嘛 圖就有了 它現在它不敢做決策 到底要不要關開關嘛 最後是市長講了一句話說就關嘛 對不對 所以一次停了兩千多戶啊 很簡單 我不用管它是不是 我們的管制 我已經擺明就是我們的管制了 所以其實源頭一關 市長最後是市長做的決定 對不對 其實這其實在第一時間做決定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我要跟大家抱歉 這個就是在維護安全機制上面 我們的教育訓練其實做不夠 剛好又遇到新來的公務部經理 我想 還好沒有人員受傷 可是也跟我們一個公司很大的警惕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其實之前也有去市政府那邊去報告 也跟大家先道歉 因為大家以為是什麼消防局的回報機制啊 或者什麼 我想那時候公務處長跟祕書都在現場嘛 好那其實這段 或未來這樣的一個現場安全處理機制 是不會再有這樣的狀況 機動市議會議長同志為肯定新農瓦斯方面的回答 並且要求市政府公務處在核准挖路時 可以先整合好 包括水公司和瓦斯公司等管線單位配合 讓市民能夠有安全回家的道路 特別到新農瓦斯來做一個考察的動作 因為我們最近有發生在七堵 有一些這個氣爆的一些事件 所以我們全體的議員非常關心 我們相關的安全問題 然後還有新農瓦斯的經營方針問題 也有特別議員關心說我們有一些山區 我們的瓦斯沒有到位的問題 我想新農瓦斯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解答 那我們也特別要求公務處在近期所有全市的馬路 在鋪路上面要整合各個管線單位 我們也謝謝新農公司水公司等等相關單位 大家的配合 讓我們希望我們的馬路的品質 可以越來越好 讓市民有一個安全回家的道路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